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0日 今天新华社呢 头版头条 还是催捧习近平啊 这次催捧的这个地方呢 不仅仅是青海了 讲到这个美丽的中部绿意农啊 也就是中部的发展啊 绿色的崛起 也归功和习近平有关了 也就是习近平指引下呢 这个美中国的这个美丽的啊 中部地区 举了一些例子 来讲到这些地区 按照习近平讲的就是两山论 这个取得了很多的 很大的这个成效啊 提供提到了江西 就平乡如西 也讲到了这个黄河啊 中下游 也就河南啊 洛阳等 总之一句话吧 就所有的地方的发展啊 这个都是习近平的功劳啊 这个催的实在是起谁乎起谁 人家看着觉得莫名其妙啊 因为一个地区的发展 你想他这个习近平才干了不到十年吧 这个都是前几日都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为了这个 这个催捧习近平啊 不择任何手段啊 就不顾这些事实 这反映了什么 反映目前习近平在这个内政外交啊 困境的情况下 这个招致了很大的灾难 以后呢 心里的恐慌啊 非常紧张 一个是紧张这个 中国人民老百姓 这个把共产党抛弃啊 这个死着喊着 哭着喊着 这个要 这个一定要和这个 把党和人民捆绑到一起啊 千万不能抛弃 抛弃就死路一条了 对不对 为什么对这个蓬佩奥提出这个 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这个事 共产党特别的警觉啊 特别恼火 原因就在这里啊 另外一个就生怕 这个中南海决策层啊 这一般人 和习近平的独裁者分开 他担心这个 所以为什么他用这么多的这个势力啊 这个去这个喋喋不休的 这个催捧习近平啊 目的就是心底的紧张 高度的紧张和恐慌啊 你看他这篇文章 这个讲到所谓美丽的中部啊 就是举几个例子 也就当年这个习近平当初啊 这个分别在不同的啊 时候曾经到一些地方去思察 然后把这个事件组合起来 企图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说在他的这个指引下啊 那么叫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他这样一报道以后 我认为解决不了任何事迹问题 你想其他同僚看了以后 肯定生气了是吧 雷克强看了以后觉得 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 那胡锦涛看了呢 江泽民看了不都这个感受吗 说啊 这样造成党内的关系更加紧张啊 但是他不管 这些下辈的那些新华士就在马屁镜的实际里拍啊 拍的就是特别的荒唐啊 这是第一题啊 第二题呢 讲的还是习近平这个特殊的财富观 什么财富观 其实讲了半天 就是6月8号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讲了一句话 生态的资源和财富是我们的宝藏 这些东西就和他原先的两山论呢 没什么区别 就换了词句而已啊 你看这个金山银山 这个什么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以前我讲过 我下乡的时候 那时候 1974年下乡 那老农民不是 对我们谈话经常讲吗 这青山 绿水青山 靠山吃山吗 我们没有别的 就好好种地啊 多赚点钱 多赚点公分 这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这个哪是习近平什么理论 即使是习近平 这个两山论就太 这个贫乏了 太干笔啊 就根本没有什么 这个 内在的内容啊 根本没有什么 值得夸要的地方 这完全是一种虚夸的宣传啊 再就是罗列一些数字 讲到 讲到在他这个 两山论的 这个啊 指引下啊 当地怎么能够富起来 这些事啊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一种 这个宣传啊 实际上这一次 习近平来到这个青海啊 这个刚才也讲到了吧 这个 他是心里真是充满着紧张 和恐慌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他来之前 我们知道 首先把这个 这个下令啊 给这个青海省检察院的检察长 啊 这个是抓起来 赶快抓起来 这个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抓呢 来之前抓 那就是担心这个 呃 其他的派系啊 搞事啊 所以这个 习近平搞这套东西啊 完全都是一种 就是党内的权力 这个斗争 表面看 是搞腐败 反腐败 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斗争啊 这个你看今天 这个 疯狂网呢 讲的问题啊 也和这有关系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抓人 你看这个 第一批啊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取得成效 一万两千五百七十六名干警 主动投案啊 这里也讲到了 青海的事 我不去详细讲 过一会儿会有一个专题 专门谈 你可以看着 这个习近平 他对这个青海啊 他这个来之前 他所思所想 就是怕对立派 搞事啊 然后来了之后 啊 又用这些虚假的宣传 在忽悠老百姓啊 你看他身边在带领这几个人 啊 这个省委书记 这个省长 一个一个的啊 就王剑青 战战清醒的啊 只有习近平 刘鹤可以戴墨镜 其他人连墨镜都不敢戴 是吧 人家是黑老大 老二 你算什么 是不是 但是习近平走了以后呢 他转过身了 他就在那就是老大了 是吧 他这种政治体制就是 权力积送到一个人身上 有比他官大的 官大一家四人 没有官大的 他在一个地方都是一手遮天的 什么贪污受贿 寻思忘法 直路为马 都可以做啊 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 这个大兴祈祷 说这个政治体制真是害人的 因为搞这套东西 肯定是和老百姓脱节了 不仅是脱节造成对立 你想要不对立 怎么可能复旦大学博士 文志彬彬的守护 夫妻子力的海归 竟然变成杀人犯了 他都不杀别人 就给这个书籍干掉了 是吧 那当然杀人肯定是犯法了 但是原因是什么 你看这个今天疯狂网约报道了 这篇文章更有意思了 就是说复旦大学对王永之 遇害 沉痛哀悼 对黑白部分明的网络言论 强烈谴责 你看吓坏了吧 共产党一看 杀书记和杀别人不一样 是不是 为什么他要杀书记 那不就是因为官员的权力太大了吗 当管一切 就习近平搞这套东西 激化了社会矛盾 所以你看这个马克龙 在法国思察的时候 就国民可以扇他两个嘴巴了 对不对 但在中国你能扇领导人嘴巴了 你根本不能靠钱 对不对 你就靠不进人家 他会把自己保护的严严实实 因为他有的是权力调动 维稳的势力 说为什么习近平出去以后 没有人敢碰习近平一个指头 为什么 但是他全力造成了 是不是 并不是他领导的好 反对他人多了呢 但是你谁能颠覆他 你颠覆不了 连房峰辉 张阳还没能颠覆 都给抓送监狱的去了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活在虚夸的言论当中 好像很受群众欢迎 人民群众爱戴我 人们都捧着哈达 你看在青海 那么多人整个哈达 但哈达 我不是调侃了一下 你看那张照片 不像遗像挂在车上一样 这等于说明就是 这个媒体界有些人就要黑他 就对他很有意见 想各种办法 就发起发起这么不满 他又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批评人家 是不是 所以习近平的恐慌情绪 这次到青海那是暴露为夷 太害怕了 可以这样讲吧 就不要看表面的虚夸 实际上每天都是 怕别人颠覆自己 知道得罪的人太多太多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人民日报 新华社第四题是什么 立法明确不得以任何方式 贬低 这个低回贬损军人勇余 你看 说是四三界全国人大29次会议 10号表决通过了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法 他为什么不在这个镇压 还老兵维权那个时候出台这个 说人民那时候和平时期 现在一看要打仗了 这个拜登准备的是 那是一招二招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 你看他昨天在那个 这个美军英国基地上讲话 那我讲的已经很明确了 要开战 是吧 把中国当成敌人了 这一两天是见这个普京了 让普京有所承诺啊 对不对 普京这个事还没见 中方就晃了 你看疯狂 今天发了个消息特别的可笑啊 你说谁能相信这样的消息 就忽悠自己的国民啊 就意思说 俄罗斯要和这个拜登啊 谈论这个普京和拜登 谈论有关这个啊 两国这个关系的问题啊 要跟这个什么中方要同气 你看俄方 如果谈计中方 俄方将和中国同气 你说你相信这个报道吗 怎么可能 人家普京谈什么事 私下和这个拜登谈 还能先征修习近平意见 说大哥 你看我能不能这样讲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带是 上青海带上黑抹镜 就成老大了 是吧 你只能在党内是老大 是吧 你在国际舞台上 谁给你打回事 打回事 拜登就不这么做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报道很有意思啊 这个生怕这个将来军人滑变呢 又怕什么 军人不愿意当炮灰啊 怎么办就开始了 马上 出台这么一个法啊 这是实用主义者 明确 说军人的荣誉啊 军人的名誉 不能受到侵害 啊 侵害他的军人荣誉是谁 就是中国共产党 是吧 这才几天 人家老兵啊 到这中纪委门前去抗议 你想抓那么多老兵 老兵排着大腿穿着衣服啊 就喊着口号 这才几天 你点 你点开维权老兵 你你翻墙出来 你点维权老兵 你就看完 那视频都看不完的 很血腥的 当时我就发了 记得我发了三个视频 就批评 就说一定要对老兵好 这不仅是因为 我是个当兵人的家庭啊 而且是什么 你兵当兵嘛 人家在战场上流血奉献 你怎么才能和平时期 让人吃不饱饭 是吧 吃不饱饭 人家申诉啊 人家打官司 也不行 还抓人 最后怕老几个啊 我估计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 也说不定啊 这很难讲了 就共产党从来没有 就认错的时候 他哪怕现在出台法律 说前几年 我们对老兵 这个不公平 我们做错了 我们诚恳向老兵道歉 从现在开始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这也好 是不是 就像新冠 你要如果是失误 无意泄露了 你就承认 跟美国全世界 我们做错了 这个当时 因为好大喜功啊 要过春节了 想营造一个大后形势 也判断错了 这个事不是李克强 是我的事 那我改了不就完了吗 这有什么丢人 对不对 就像昨天 人家魏京生 说是王岐山叛逃 最后一看我是假的 那也马上说 我道歉 那你看你魏京生 都了不得 是吧 如果魏京生 假如有一天 当领导人的话 我相信他保持这个风格 他就能受到 这个群组的欢迎 所以不是说 你是什么完美无缺的 永远不犯错 对不对 错了就认嘛 问题是死要命的 活受罪业 责任都是推到人身上 勇于都是自己的 你看 连这个什么 中部地区的什么 黄河中下游的什么 实地建设 功劳也是他的 江西的什么 梅渡的 变成了观光休闲 场所功劳也是他的 等等等等 就是一看以后 让人家心烦 完全就不负实际 你这个新华社和平 这个脑子 都没人讲话 是不是长虫子了 是不是 你想一想这样宣传 虚跨习近平 那不是嗨他吗 欺骗老百姓 把习近平捧的 无所不能 你等到一开战 你看习近平什么样了 是吧 新冠刚来的时候 第一个藏起来是习近平 人家曾存在去制约 去治理这个新冠 是吧 整着烂摊子 冒多大的风险 李克强小组长 那你以前那么多小组长 为什么自己担了 就这个小组长 我不要了 然后 你看人治理差不多少了 我亲自领导 亲自指挥 告诉谭书记 多丢人 是不是啊 别给人当上傻子 那观众看的人 头脑很清醒 只不过墙内里面 人不敢讲 墙外偶像我这样的 把门后刷大刀 讲一讲吧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事情 都是很复杂的 你包括你看这一两天 一个重要的动向 就是这么 当内开始 这个反习的势力 开始发表很多文章了 你看 为什么说 你看这个 旧文 当年的一篇旧文 就是实验室检验 真理威力标准的旧文 近日开始炒作 你看 这个发酵是很厉害的 6月9号 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当年实现简易 真理标准这篇文章 可不是一般的 当时有一个知识分子 是吧 姓胡 是吧 他当时发表这个文章 起到了什么 起到了这个 这个波乱反正的作用 叫胡辅明 这个对当初 这个平反冤假错案 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一看就是了 习近平搞这些 倒行逆事的二次分割 遭到了党内的 这个反对派的法力 这个是很大一个动作 过一会儿 可以专门讲一讲这个事 我要说的什么 就是在这个终述当中 我要讲的什么 就现在这个形势 并不是说 人人都认同习近平 党内的很多人 都看到这个问题了 开始对习近平 进行指责批评 假如要真能说 把习近平给搞下去 像粉碎四日报那样 那就把中国救了 最起码不用付出 惨重的代价 现在的时候 虽然动不了他 张有霞支持他 王晓鸥拿手铐 张有霞拿大枪 站在身边 就看这个傻人 一路狂奔 奔向什么 奔向战争 奔向战场 然后他又想 我可以让这个 14纪中国人来保护我 流血牺牲 就流你们的血 你们当保护 我不管 就完全是蛮干 你想在这个形势 多么为难 90天以后 你不交代 怎么来的病毒 人家不和你一辆拳头 一辆拳头不就完了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中共极限统治 走向的默契 这个政治体制有关系 他没法修补 你说谁能修补他 谁能批评他 他能接受 谁能批评 凡事批评就抓起来 对不对 刚才也讲到了 你看西方 美国 加拿大的民主制度 他不管怎么样 他互相之间 有个摇摆效应 还能重新摆一摆 换一换 换一换人 你中国现在的形势 你说你换谁 习近平 牢牢的控制权力 不老是抓你 当管一切 当管司法 当管意识形态 你看 包括到了青海 谁能给他提批评 没有任何人批评 他是最正确的 然后他走了以后 王建均就是最正确的 他在整别人 是不是 每个城市 每个省市自治区 都是这样 权力高度击中 党领导一切 导致什么 共产党和群众的矛盾 变成一种什么呢 就是随苦不能相农的矛盾 但是媒体有虚构什么 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 那个习近平 这个自己讲话 都讲了什么 大家可以看 我不去重复了 这方面的陈词烂调 就太多太多了 就吹捧什么 人民群众立委 共产党 都拥护共产党 真是那么回事 我刚刚讲到 拥护共产党 他怎么可能 博士变成杀人犯 那不就因为 这种政治体制决定的吗 是不是 所以 这个习近平 这个专制统治 的确走到了 这个默契了 我相信 很快就会 这个崩盘了 那么今天的 海外其他节目 是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